歌手曾佩茨一袭白色洋装 优雅地骑着脚踏车进场 接着动感演唱代表作《黑框眼镜》 出道以来人气始终爆棚了他 日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个人首场大型演唱会 3000张门票开卖几秒杀 曾佩茨一连标唱了25首歌 独挑大梁撑晚两小时 平时个性大累累的曾佩茨 感性地说自己终于圆梦了 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的梦想会带着我走到这里 除了唱歌我也要感谢演戏 因为如果不是演戏 我想我没有办法一直坚持我的初衷 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马上地就达到那个 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好像必须借由转一个弯 或者是什么方式 才会让你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近 所以谢谢罗 谢谢演戏 唱着代表作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台下粉丝应援摇着荧光棒 温馨合唱让曾佩茨感动到眼眶泛泪 但整场表演 他却只给自己打了60分 炎尿的泪这不是错觉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然后其实 其实说真的我也没有到这么 虽然比起什么小巨蛋体育馆 这个人数不是最多 可是对我来说 这真的是往前跨很大一步 然后我自己觉得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岁月催人老啊 就是如果我现在不是32岁半 这场演唱会 是23岁半这场演唱会 该有多好 我可能还可以唱一个小时 为了给粉丝最好的表演 曾佩茨自弹自唱 足足练了两个月 虽然对于整体演唱会结果 不甚满意 但开朗的他自嘲地说 这就是人生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导